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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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午安 午安 又見面了 哈囉 蓬蓬 午安 正人 午安 酒蛋 午安 哈囉 永圈 哈哈 午安安 哈囉 阿華午安 志愿午安 每次看阿華馬尾曬高 就想到我今天也沒有綁馬尾 本來很熱在想要不要綁頭髮 可是後來看了一下臉好人 算了還是不綁了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吃午餐 外面超熱 看得出來最近天氣滿好 太陽很大喔 不過還好家裡 家裡是還沒有很熱的感覺 等幾個月我就會綁 其實我很少 我很少綁馬尾的 因為我覺得我綁馬尾不是很好看 臉太遠了 哈囉 夏兒午安 我的網路不穩 手機好像有點燙 人好午安 人好午安 以烤焦 烤焦肉好吃 哈囉 出風午安 酒蛋是馬尾控 是嗎 你是蘿莉控吧 酒蛋沒叫蘿莉控 假裝馬尾控 手機被你的熱情點來 是我啦 哈哈是我啦 我的熱情 綁蘋果頭 但因為今天又穿這件衣服 比較氣質一點 想說好像不太適合綁太可愛的髮型 連手機都熱了 嗯 應該是因為 今天比較早起 然後就 手機一大早就開始放音樂 我就是只要清醒的狀態就會充滿著音樂 不過很開心耶 今天有一種 因為昨天是大概到下午睡過午覺之後才 覺得就是身體慢慢變成我的 然後今天是一大早起來 就是對我之前是大概要一直昏睡 對一直都是昏眠狀態 可是我今天是 一起床我就感覺 就是有 人有精神的 所以就很開心 是一個充實的早晨 不過我在 我在等大家一起吃午餐啦 所以還沒有吃東西 康復了 嗯 應該算 我不知道算不算完全康復 但是 感覺還有一點 就是算是 應該算是康復 但是還沒有完全 昨天是大概一半 今天的話 就是有沒有完全康復就看今天 如果明天就是 更有精神的話 應該就是好 應該就是OK的 今天午餐吃什麼 先吃蘿蔔糕 因為今天比較早起 所以有時間就去煎了蘿蔔糕 其實蘿蔔糕也不用很多時間 大概十幾分鐘就可以了 因為我自己喜歡脆一點 所以會煎得比較久一點點 謝謝玉安的楓葉 然後今天煎得比較多 因為 上次買的那個蘿蔔糕 就是剩一點點了 所以今天就一次煎完 總共三片 所以蠻多的 不過早餐午餐一起吃應該是OK 我是吃得完的 蘿蔔糕有加蛋 料多的嗎 不知道 就是特價的 昨天 直播有你們心情變好 所以才變健康 一定是 一定是因為有大家 早餐也吃蘿蔔糕 平常如果出門太趕的話 我就不會點蘿蔔糕了 因為蘿蔔糕煎也是要時間 就是 就是要比較悠閒的早上 才會吃蘿蔔糕 哈囉阿春無安 謝謝玉安的筆心 感覺今天Mina的衣服穿起來很可愛 蛤 為什麼 這件衣服之前有穿過啊 哈囉維尼無安 我的手機真的好燙喔 有點擔心 蘿蔔糕是上次買的嗎 對啊 大概可以吃一個星期左右 當然也沒有每天都吃蘿蔔糕 會換 剛剪好所以我們趕快趁熱吃吧 謝謝蘿蔔狼的夢幻煙火 謝謝雞鳳羊的熱氣球 謝謝勇哥的玫瑰 哈囉陰震五安 蘿蔔糕 蘿蔔的電費拿去歐洲抽升血 謝謝 謝謝真人的朱朱鳥 你好 有沒有覺得 有沒有覺得 好像很久沒有中午直播 有沒有覺得中午直播的Mina 臉比較蓬蓬 雖然我已經有比較早起床了 如果我是那種十分鐘前起床的話 真的是腫到不行 其實今天會早起是因為剛好有一個包裹 送到了 然後他就按電鈴 我就整個人被電醒 然後被電醒 整個人腫腫的去拿包裹 所以今天就比較早起 但是也是因為精神恢復的比較好 所以才可以 不然我就 就假裝沒聽到 集點起來了 你們依照臉頰蓬鬆的程度判斷 Mina今天集點起床 來個蓬蓬 被電醒 真的啊 而且那個人還一直按耶 就是 我剛起床就是 就是 就什麼都沒有穿 有穿上衣 但是就是還是要換一下 就是 就算是拿包裹 但是還是要 就是稍微披個 外套什麼的 才下去 然後 然後 我批好 然後我 正在走 走的時候 我又聽到郵差 不是郵差 反正就是送包裹的 又再按了一次電鈴 我就一直正在走 我就在五樓走下去 而且我早上剛起床 就有點 昏昏迷也不能走很快 然後他又一直按一直按 然後我就覺得 就搞得我好緊張耶 他可能也很趕時間吧 為什麼拿東西會沒有穿衣服 不是我剛睡醒嘛 剛睡醒就沒有穿 沒有穿 就是 就是 就不是能夠出去的狀態啊 知道吧 就是 就是 誰要稍微披個外套什麼的啊 誰會拿包裹穿衣服 不是可是裡面沒有穿啊 裡面沒有穿啊 所以就披個外套啊 睡衣 對啦 就是睡衣 那種睡衣就是不能穿出去給別人看 就是很隨便的那種 喔對啦 睡衣啦 我有穿衣服啦 就是睡衣 對啦 因為我穿了 我睡覺穿衣服比較隨便 但是 又不太 不太算是睡衣嗎 就是我對睡衣的定義是那種 就是成套很可愛的那種 叫睡衣 那我隨便穿的那個就是 不是正式的衣服 又不知道能不能叫她睡衣這樣子 越講越害羞 不是 因為 你們就害我 我怕你們誤會 Mina是沒有穿衣服睡覺 我有穿衣服睡覺啦 只是不能穿出去給別人看的那種 是最性感的那種狀態嗎 我不知道性不性感 性不性感 是 是 自己說不算的 自己說不算 要 你們說 寬鬆不要的衣服 差不多 睡衣都是喜歡穿寬鬆一點的 比較舒服 可以看我的睡衣嗎 我想想 我有穿過睡衣直播嗎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每次就算只是中午直播一個小時 我都要拿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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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要很貴的衣服 但是就是像樣一點的衣服 睡衣的話 有點害羞 我的睡衣 因為我睡衣其實都穿背心 因為我不喜歡就是 就是我其實喜歡 怎麼樣 我喜歡穿無袖的衣服 那特別是睡覺的時候 就是 寬鬆涼涼的 所以都是穿背心睡覺 所以那個直播穿的話 有一點點害羞啦 蛤 我敢拿你還不敢看 如果我有可愛的睡衣 我當然敢給你們看 但是我的睡衣就是 就真的是很普通的那種背心 沒有什麼好看的 有點害羞 有 以為Mina跟奶奶一樣開放 但是我覺得就是睡覺 穿不穿衣服 是看個人的習慣吧 就是 就是本來就有兩派啊 一派就是 齊唱就是睡覺就是 裸睡這個是 崇尚自然對身體 血液喜歡是最好的 那當然有一派就是講求衛生 睡覺一定要穿衣服 那我自己是習慣穿衣服的啦 但是沒有說 就是哪個好哪個不好 每個人有每個人習慣的方式 都尊重好不好 羅力郎是不穿牌 都 就是每個人習慣 都尊重 你們都看過Mina的腳趾了 不用害羞 我腳趾頭的部分 明明都有特殊處理過 哈囉 椰峰明月午安 我要 我要趕快吃我的蘿蔔糕 不然冷掉就不好吃了 我看一下喔 有一點微涼掉 但是它行 蘿蔔糕淋大 是不是很豐盛呢 這個一定要加乳 不是 一定要加醬油膏 我是加醬派 謝謝阿妮的豬豬娘 有話說我最近 不知道為什麼 昨天直播講過我嘴角的字之後 我就 也不是嘴角 它是在嘴唇上的字 然後我就 越來越在意它 然後就 就覺得它越來越明顯 不知道是我的錯覺還是怎樣 就覺得這個字好明顯喔 加蛋加蛋 很豐盛 對啊 餓很久了 蘿蔔糕沒有醬油膏會中毒 太誇張了吧 但像雷吉他吃東西 就都不加醬了 我都會 我就是 那種醬跟蘿蔔糕要 沒有到1比1啦 但是我一定要有醬 如果吃什麼 吃薯條的時候 我番茄醬跟薯條會1比1耶 而且有時候甚至是2比1 而且2還是番茄醬的部分 超愛吃醬的 不加醬主義的 對我真的不行耶 蘿蔔糕沒有加醬就 就沒有味道啊 就沒有味道啊 食材原味最讚 我想像我有吃什麼東西是不加醬的 有什麼東西是可以不加醬吃的嗎 其實不加醬好像比較健康啦 但是 但是加醬就是一個提味啊 2比1會吃不到薯條的味道 我真的喜歡吃醬啊 蘿蔔糕加胡椒鹽 不是我們家 我們家都是加醬油膏 鍋貼喔 喔對鍋貼我可以不加醬 但是要是特殊口味的 就是 如果是原味的話 我覺得很膩 就是還是要加一點醬 就是解膩 但是如果是其他口味的話 我可以不加 什麼咖哩口味啊 辣味的那種 我就可以不用加醬 這首歌 還蠻好聽的 加歌單 不然就加鹽吧 吃蘿蔔糕就是要加醬油膏啊 我就 我就倒在那旁邊 沾著吃 等一下喔 咖哩本來就是醬了 可是 就是不一樣啊 就是包在裡面跟 跟 怎麼講 跟你這樣沾它是液體的感覺 不一樣 有咖哩鹹酥雞就沾 喔有啊 有那個 炸雞不是都會出咖哩口味的嗎 去吃那個 韓國年糕的時候 它就有那個咖哩口味的炸雞 但我自己覺得它那個粉裹的有點厚 我是沒有很愛吃 謝謝短暫停留追蹤 耶 我要來開動了 餓很久了 いただきます 有一點點點掉了 但是 好吃好吃 我是加醬怕 而且是加爆醬 我但是醬油膏會加比較少 因為醬油膏很鹹 雖然番茄醬好像那含量也蠻高的耶 但我番茄醬都加爆了 我醬是不是不太好 那邊的疫情變嚴重了 對啊好可怕喔 但我最近都不要出門了 連蛋也不會加 加蛋只是為了營養均衡啦 因為如果只是蘿蔔糕的話 只是澱粉 因為缺少了蛋白質 所以 加蛋是為了營養 蘿蔔糕我喜歡加蛋 就是比較豐盛的感覺 嗯 番茄醬的辣含量比醬油還高 這個我不知道 沒注意看過耶 但因為番茄醬吃起來 酸酸甜甜的 就會 讓人家忘記它其實 辣含量很高這件事情 半熟蛋 我今天煎的比較熟一點 但是我今天煎的就是全熟的 也不是比較熟 它今天都是熟的 有人提醬油嗎 馬上有醬油浮出來 前水很久的醬油浮出來 一聽到醬油 什麼醬油 有人吃薯條 就是一根薯條沾滿番茄醬 就是我 就是我 醬油一定要沾好沾滿 可是如果 我不知道耶 番茄醬蛋含量比醬油高的話 我以後要少沾 半熟蛋看起來比較美 因為這個是家裡的最後一顆蛋了 所以我就不敢吃半熟 因為它也放比較久了 薯條沒吃完番茄醬就吃完了 我常常都這樣啊 我那個醬的要加到少 加超多油 醬油出來說話 中央你是醬油嗎 不過素食我也是蠻少才吃的 比較不健康 我是注重養生的偶像 謝謝蘿莉郎的帶你去流浪 擔心六月的公年 到時候看狀況怎麼樣吧 我吃早餐如果可以吃 我吃早餐如果可以吃 麵包以外的東西就會覺得很 我吃早餐如果可以吃 很滿足 因為這種中式早餐都要花時間時間 好你們擔心 AGA Festival 這真的不知道耶 而且好像每一年 夏季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疫情 疫情的高峰 本來不喜歡吃蘿蔔糕 看Mina吃的感覺很好吃 蘿蔔糕 怎麼會有人不喜歡 蘿蔔糕那麼美味的食物 而且要煎到這樣 金黃酥脆的 雖然它有點冷掉了 沒那麼脆了 但還是好吃 蘿蔔糕本身沒味道 那個是因為你沒有吃過 好吃的蘿蔔糕 因為像外面啊 外面的蘿蔔糕都是蘿蔔很爽 基本上你吃不到蘿蔔 你只吃到 這是澱粉 一坨麵粉的味道 可是 像我媽媽會自己做蘿蔔糕 她做的蘿蔔糕 就真的是可以不沾醬的那種 就是 蘿蔔味很重 然後你可以吃得到那個蘿蔔 真的可以不用沾醬 很好吃 但是我會沾醬是因為外面做的蘿蔔糕 就是 比較沒什麼蘿蔔味 說真的 所以我就是在吃它的醬 但偶爾還是會有突然想吃蘿蔔糕的時候 所以還是會吃 只是跟自己家裡做的 當然是不太一樣 就是 就是自己家裡做的 蘿蔔味會比較重 會有那個鮮甜味 蝦米香菇超多的 每一家的配料都不一樣 欸我發現我這裡有一些比較半熟的蛋 顏色比較淺的 裡面有碎叉叉跟蝦米的 好像那個是港式的 但我自己 我自己對港式的蘿蔔糕還好 因為感覺 吃起來比較油膩一點 如果當早餐來說的話 謝謝玉安的封面 很好吃喔 客家人做的蘿蔔糕 有什麼不一樣 特別小塊嗎 客家蘿蔔糕 我吃了一半 醬也快沒了 等下再加醬 我吃了一半 真的好的話 不會油膩 港式蘿蔔糕 好久沒吃港式了 好想念每年過年回去 跟家人一起吃喝茶 好喜歡吃鳳爪 我喜歡吃鳳爪 每次都一個人可以吃掉兩龍 超好吃 因為在台灣吃港市很貴 就一小龍好像只有要100塊 或是88塊就是這種數字 就蠻貴的 雖然在港澳市好像也 差不多這個價錢買 可是再便宜一點 有點忘記了 懶得啃 欸不會啊 那種港式的鳳爪都頓得很 就是很軟 它根本不太需要啃 鳳爪真的超好吃 成本其實 可是久等你不是早餐店 工作的 你怎麼 你家也有清零港式啊 你怎麼加成本多小錢 港點很讚 鳳爪粉蒸排骨都很好吃 我的最愛是鳳爪 再來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蒸的那個蝦餃 裡面有一整隻蝦餃 超好吃 每次都要點 然後腸粉吧 你看 香港類似自住餐廳的餐 自住便當的 香港 一餐32港幣算貴嗎 一餐32 不算貴啊 滿便宜的捏 燒賣 燒賣 我之前有一陣子早餐 超愛吃燒賣的 因為在學校的 學校的那個 供應的早餐 都會有燒賣 就很喜歡 早餐吃燒賣 越聽越想吃 欸 話說昨天直播 你們在那邊講 講什麼 燒烤 然後害我就是很想要吃串燒 然後本來我真的 真的就打開了我的 打開了我的 外送平台想要叫 外送 然後當我已經差不多看了 就是 在那邊吞口水想要定的時候 結果他就結束營業了欸 他就結束營業了 然後我就 好吧 這是在阻止我吃嗎 對 可能我看太久了 他就關門了 對 阻止我花錢 後來我就自己去炒 炒 因為鄰居有給我們家 那個 櫃竹筍 然後自己就 就把那個櫃竹筍拿去炒一炒 就吃了幾根 這樣子 呵呵呵 這是田椅 阻止我變肥胖嗎 喔 好像 吃燒烤欸 可惡 今天要早一點叫 昨天沒吃到 今天繼續吃 好好的鄰居 我們鄰居都真的 都是敦親睦靈的 我要再加醬了 今天的宵夜 怎麼有人宵夜 這麼早就關了 哈囉 哈囉 浩羽 嗨 嗨 好餓 你們有沒有吃飯 你們有沒有吃飯了 很難吃了 閒事 也可能是外送不送 不知道 可能在平日 晚上會想要叫宵夜的人比較少 大家第二天還要上班 我很愛你的Kiss Juju 想要吃涼拌綠竹筍 這個感覺還蠻健康的 謝謝美福的帶你去流浪 我是我們家身高最高的有比爸爸高嗎 當然有啊 我都說我是我們家身高最高 怎麼可以撇除爸爸 爸爸跟我是一家人耶 在跟我一起吃 一起吃 一起吃 你一口我一口 他一直都吃不下 那可以吃個冰 或是什麼的啊 不覺得夏天 有個天天他真的沒有胃口 就可能想吃一碗豆花 或是剉冰什麼的 就當一餐了 也是可以啊 雖然 不是很健康 可是偶爾這樣也蠻開心的 謝謝太空的四葉草 夏天就會很愛吃豆花耶 然後冬天就是吃什麼燒仙草啊 雪花冰 謝謝太空的花枝金翠 爸爸一無幾而已 對啊爸爸蠻小吃的 想要買一桶的冰淇淋肯 喔那個真的是夏天 最開心的時候好不好 就是抱著一桶冰淇淋 然後這樣子玩 超讚的我超喜歡的 可是不小心就吃完一桶了 超可怕的 那一桶 那一桶應該有一圈大卡吧 所以夏天就很好減肥啊 夏天就沒有食欲就會吃少一點 就不吃飯 就變瘦了 可是冬天就要煩惱怎麼減肥 夏天的話就坐著流個汗就瘦了 一桶不止一千卡 欸我不知道欸 可是我真的很長不小心就這樣吃完了 要買小的冰淇淋燒了嗎 不買冰淇淋燒了啦 那個超難用的 很難挖 好 現在喝喜酒冰淇淋都是刷一桶 這麼豪邁的嗎 夏天都吃冰喝冷飲 嗯 欸但是 雖然說夏天天氣很熱 但 男生應該沒有差 但女生的話好像是 太常吃冰喝冷飲不太好 就是 偶爾放重是可以的 但是像我自己平常的話 不太喝冰冷飲不太喝冰的東西 夏天也是喝溫水 但偶爾還是會吃冰的 偶爾吃不能太常這樣吃 但我一吃就是爆吃 一次至少半桶 一次都吃500末一桶 對啊 但平常都不太吃 月市我來月經不會痛 沒有痛過 要兩桶交替 哎 是買兩桶交替 又冰箱放不下 直接買雙色的好不好 不是有那種各一半的嗎 哈囉 Jimmy 午安 酷酷貓午安 體質很好 也不 體質本身體質爸媽給我的底是不差 但我自己 也算蠻注重身體的 就是我平常 就是一年四季我都是喝溫水 不喝冰水 我不喝冰水 然後 然後運動吧也蠻重要的 因為像奶奶就是平常都不運動 然後 然後 月市來的時候就在那邊喊痛 我就覺得就是你平常如果有在運動 應該就不會吧 然後還有他平常也很愛喝冰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真的有影響 就是不能怪爸媽給你的身體 就是這個是 就是爸媽給你一個好的身體 但是後天你怎麼 就是 你要自己去顧好 畢竟要活到一百歲 沒錯 有點飽了 還剩四塊 結論奶奶太頹廢了 奶奶就很懶惰啊 我的話 我有時候其實也會懶懶的 就是 可能一整天都不出門 會有很懶散的時候 會有很懶散的時候 但是該勤勞的時候 就是 可以有懶散的時候 但是不能一直懶散 該勤勞還是要 動起來 不然我會覺得自己很 很廢 日本人一年四季都喝冰的 我覺得很厲害 我就喝不習慣 所以我 我一定出門隨身 然後帶著保溫品 雖然保溫品很重 但是 我出門一定會帶保溫品 這樣以防 就是去外面沒有 就是只有冰水的時候 我至少 我自己還有保溫品 可以喝裡面的溫水 這樣 秋風五安 32度 我不知道今天台北幾度耶 但我現在穿這樣 我覺得還好 我也是吹電風扇而已 有運動的人 身體狀況會比較好 肯定是啊 只是就會有一些 肌肉的部分 因為像我就很喜歡跑步 就難免會有一些 你知道 腿部的肌肉 哈囉 燈火五安 小明五安 天氣熱的時候 都會跑去買結冰水 喔 那個很常在路上看到 以前 以前 國小的時候很愛喝冰水 其實 那時候還不懂養生 只是只要夏天的時候 一定會把 就是礦泉水冰到冷凍庫裡面 然後這樣一大早帶去學校 然後 就是 慢慢喝嘛 然後到下午的時候 就是 下午的時候大概就是 整個融化 但是是冰水的狀態 就可以這樣慢慢喝 可以一整天 超爽的 很棒 後來就 國中的時候 我在國中的時候 開始 開始養生 那時候 為什麼會開始養生 好像是為了 那時候是為了減肥 為了減肥 所以上網查了很多資訊 就是 我希望自己是健康的減肥 所以就是 減肥也好 養生也好 就是國中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就 啊 喝冰的不好 什麼什麼的 對 所以國中的時候 就開始 就開始都是帶保溫品 那時候就買了保溫品 就 就沒有再喝冰水了 國中開始養生 有點早 是不是 運動喝冰水會比較快吸收 真的喔 不過我沒有習慣喝冰水 但女生喝冰水就是還是不太好 月下午安 好了一個小時的公文 辛苦了亮靈 小學只有電風扇 都不知道小學只有電風扇怎麼活過來的 就是到 到武裝的時候已經是夏天不開冷氣 覺得會不行的那種狀態 為什麼國小可以 只有用電風扇就撐過去 小時候會把布丁跟養樂多冰冷凍褲 好像我沒有把布丁冰冷凍褲過耶 布丁冰冷凍褲之後怎麼 怎麼吃啊 但養 槍到 養樂多冰冷凍真的超棒 真的冰沙 冰沙的口感 以前感覺沒那麼熱 那現在國小是不是也應該要裝冷氣才行 如果全球暖化的關係 我真的沒試過 用叉子擦起來當冰棒吃 我真的沒試過 欸那個就直接去買 布丁冰棒褲就好了 而且布丁冰棒是不是比 一顆布丁還要便宜啊 好像布丁冰棒更便宜 好 噓 但你們這麼熱我都好想試試了 家喻被冷凍變成冷凍家喻 冰棒比較貴嗎 是拿差不多吧其實 冰棒便宜的那種 像吉阿冰的那種 就是最基礎的冰棒 一隻好像才六七塊錢而已 所以還是要看牌子 特價的時候很便宜 我之前買最便宜的那種 粉貴的冰棒 好像33塊錢有五隻還六隻 那個特價時候要趕快買起來放的 以前搭火車還有搭過沒有暖氣 真的喔 感覺好不舒服喔 而且因為火車很壞 二次我應該會暈死 我搭公車 公車有冷氣我都已經覺得很 很悶耶 我真的不喜歡搭公車 然後 古早味的冰棒 那古早味的冰棒 反而就是 熱量不高 就是你看現在那種什麼 黑糖珍珠的那種 冰棒啊 然後一隻 一隻冰棒可能就兩三百大卡了 可是那種古早味冰棒 可能一隻就是不到一百大卡 或是一百出頭而已 然後又能 又能 又能 就能降暑 所以其實古早味冰棒還是很棒 粉粿冰棒很棒啊 我很喜歡吃那個QQ的粉粿 那種吃起來感覺負擔很大 可是 吃的時候很開心 對 古早味冰棒 反而 成分比較單純 就是 其實基本上就是糖水 糖水結冰而已 最後兩塊了 最後兩塊了 阿德胡阿 很貴的冰棒 應該也是有蠻貴的冰棒 其實我不會去買 因為我個人其實沒有到很愛吃冰棒 只是冰棒跟冰淇淋比起來我比較喜歡冰淇淋 因為冰棒我 我小時候敏感性牙齒很嚴重 所以冰棒要用咬的 我都會覺得 就是很 我沒辦法咬冰棒 然後冰淇淋的話就是可以 含在嘴巴慢慢等它融化嘛 所以就 個人是比較喜歡吃冰淇淋 冰棒敏感性牙齒很不友善啊 那些中飲的冰淇淋 那些中飲的冰淇淋 敏感牙齒很辛苦 欸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牙齒超敏感的 就是 一碰到冰就會覺得我超級受不了的那種 可是長大之後 我不知道跟我 用抗敏感的牙膏刷牙有沒有關係 但是 就 有用一陣子然後長大之後就發現 好像吃冰沒有像以前小時候那麼敏感 好 最後一塊 切切直紅的鼻心 上面也配 沒有我只是 可是 我是疑問就是 欸 原來敏感性牙齒是會變好的嗎 就是我以前小時候是真的 碰到一點冰都受不了 可是現在就 現在其實還好 是因為換牙齒 我不知道 我是 我是疑問句 就是 為什麼敏感性牙齒原來會變好的 好 謝謝新鮮檸檬的熱氣球 謝謝 Elden的 楓葉 哈囉 鴨鴨你來了 無安 謝謝雨農的帶你去流浪 好飽喔 不會變好那他賣什麼 就是沒想到會這麼好啊 一般抗敏感牙齒感覺就是只能 都只能說改善敏感性牙齒 但從來沒有說可以更致敏感性牙齒吧 沒有一家敢這樣子說 可是我現在覺得 吃冰的時候都不太 不太有敏感的感覺了 謝謝承恩的玫瑰 因為長大 長大不怕痛了是不是 也有可能耶 我現在連吃辣的東西都那麼無感了 有可能味覺已經有沒有 味覺已經 疲乏了 他好口 最後一口吃 いただきます 吃完 超飽的 好苦 實在沒有味覺是很恐怖的事情 也不是到沒味覺啦 味覺會隨著年齡退化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在喝無糖豆漿 可是我不能讓他 那個 業配進來 所以我只能 我只能這樣偷喝 好 掌大之後 阿有露出來 真的假的 我知道了 是不是手機牌子不一樣 你們可以看得到 我看不到的那邊 我吃東西的時候都不太配飲料了 然後會 會把東西全部吃完再喝飲料 然後就會覺得很舒服 對耶 你們看得到外面 所以原來長大之後味覺真的會變不好喔 謝謝小紅的LOVE 玩樂版也比較寬 在幫我馬賽克 以為在鏡頭外 對啊 我這裡明明就沒看到 謝謝新穎的樂氣球 會退化 我今年要25歲就開始退化了 那麼早 我還有很多好吃的東西沒有吃過耶 謝謝承恩的夢幻星座 還有謝謝洋蔥全樂氣球 長輩組的東西會比較重口味 有嗎 可是長輩組的東西不是都很清淡嗎 因為長輩都說要吃清淡一點都煮得很淡 因為我一把年紀 我都一把年紀了我 不長鬍子了我 鬍子 我看不出來像25阿 快要25了 不是很多長輩他們吃的都很淡耶 就是那種青州小菜吃的超清淡的 因為就很養生啊 我現在也吃的 嗯 就是扣除我個人 就是喜歡吃重口味的一些 一些辣的東西之外 我平常都吃的很清淡 就是我自己去平衡一下 20多歲是巔峰期還沒有下降 那我的味覺應該還可以 哈囉休酒午安 幸好紙上面沒有一根毛 為什麼紙上面要長毛啊 口味清淡是個人習慣跟年紀沒有關係 所以應該是 就是老了之後 年紀大了之後就注重養生 就開始吃的清淡吧 我現在也會讓自己吃的清淡一點點 就是 偶爾會有放重的時候 但我覺得如果我年紀再大一點就是 可能我現在可以每個禮拜放重自己一次 年紀大之後可能一個月放重一次之類的 就是要降低那個頻率吧 味蕾會萎縮 謝謝洋蔥全追蹤 謝謝洋蔥全追蹤 每天都放重 還年輕啊 你們還年輕 沒有關係 趁年輕趕快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謝謝玉安的鼻心 真的 不然等以後老了就沒有機會 以後老了都不敢亂吃 哈囉Q大王 人生苦短還是放重吧 真的啦 有時候會這麼想 米娜現在聽了歌什麼 怎麼很像那種電腦做出來的什麼 這首歌演唱的人叫123 123 米娜說的話應該老人家 人生苦短好不好 隨便亂吃 開心吃最重要 不然像我已經老了 都走不動了 也咬不動東西啦 就來不及啦 我怎麼很想像老人發言 我真的是 有一個老人的靈魂 老靈魂 其實我本來內在就是一個老人 我只是投胎在這個 年輕小女孩的身上 講的話越來越像阿姨 有嗎我覺得 這不是阿姨了吧 這已經是 這已經是 婆婆了吧 老婆婆在說的話了吧 年輕人 要不要喝杯茶 諾莉果茶 奶奶一直說我一定要諾莉果的推銷員啦 但是那個功效真的很多 真的推推好不好 現在戰人的好狂 也拿出 真的是 我是可愛的老奶奶阿 欸我 我小時候的 我這樣小時候夢想會不會太多 但我很希望我可以 我可以成 就是我希望我未來 就是老的時候 我可以成為一個可愛的老奶奶 就是因為有的老奶奶會 那種脾氣不好拿的 那個拐在那邊發脾氣 就是一個 讓你做給我 這種這種 老奶奶就不好 就不好 我希望我自己就是 那種卡通裡面那種 就是 就是 那種 臉會垂下來 臉垂垂的那種 老奶奶 然後拿這個拐杖 然後這樣 手在那邊抖滿 然後喝個茶 老奶奶要不要喝杯茶 然後眼睛是那個 眼睛是那個 眼睛是那個 一條線的那個 就是我 就是我想像中 就是 就是在卡通裡面那個 我希望我以後老了 是那種 就是 那種 那種很可愛的老奶奶 但 就我希望我不是那種 就是臉都 縮在一起 然後 然後脾氣不好的老奶奶 我希望我自己 就是我的夢想 我希望我老的時候是 那種 那種 就是可愛的老奶奶 像卡通裡面的那種 你一定覺得臉頰不會消了嗎 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臉頰應該長大 應該是垂下來的那種 就是有兩派嘛 有這種老人家就是 臉 臉就是很 會皺在一起 很 就是 很像 含酸霉的那種 我這樣講後面 反正就是有的是那種啊 然後有的是 比較圓潤一點的 會垂下來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是 垂下來的那一種 我奇怪的夢想很多 哪有啊 我只是希望我 以後成為一個 可愛的老人家 就 不要 不要脾氣不好的那種 老奶奶很愛吃菜喔 這要喝茶 要喝茶 然後手在那邊抖抖抖 眼睛會變一條線的那個 那種奶奶 很具體的形容 有我真的有認真想過 我希望我是那種奶奶 變成老倉鼠嗎 我希望我老的時候 就是有自己的一個 就是住在自己深山裡面 頂居的那種 那種房子 你知道就是像 像是小木屋嗎 還是小別墅那種 就是過很清幽的生活 但是 但是 但是就是也不要離都市太遠啦 就是都市還是可以到的那種 不然會太不方便 大熊的奶奶那種 我也不知道 反正只要是可愛的奶奶就可以 小小隻綁包包頭會請年輕人喝紅茶 那種吃香蕉奶奶嗎 欸這蠻具體的耶 我覺得很不錯 對 就老的時候那個 那個請年輕人 就看到年輕人經過我們家 就欸年輕人 要不要進來吃個仙貝 然後 然後就叫年輕人進來我家 然後 然後 然後就 就可以跟 就喝個茶 吃個仙貝 要不要吃仙貝 就想要當那種 對啊 親切的奶奶 說不定我老了也長這樣 不可能啦 我要活到100歲 100歲我一定不是長這樣 100歲我已經垂下來了 嗯 你要養生以後就可以參加 MINA80大招的生日會 可以喔 大家 大家一起養生 年輕人表示很怕 不要怕年輕人進來做錯嘛 奶奶不會對你怎麼樣的 會成為都市傳說哪會 奶奶請你吃仙貝 對我要當仙貝老奶奶 來 お菓子 一些小零食 每次去阿公家 真的都拿仙貝給你吃 不是因為 我自己老了咬不動那個仙貝 你知道嗎 自己咬不動了 所以家裡還有很多庫存仙貝 只好叫年輕人來吃了 整家都是陌生人 是有多少年輕人進來啦 網船身上有奇怪老奶奶會 招人去吃仙貝 不是 就咬不動了 年輕人幫我吃一點仙貝 有什麼關係 吃了很像會發生什麼事 不會耶 吃了吃了會長命百歲的 mina100歲的生日會 100歲生日會 你們到時候都幾歲了 你們都能略了 超過100歲都是能略 把養胖再吃掉 我又不是什麼虎姑婆 我要當慈祥的老奶奶 謝謝熊熊的帶你去流浪 聽說仙輩烤一烤很好吃 真的假的 仙輩我還沒有拿去烤過 我好喜歡吃日本的那種仙輩 跟台灣的那種 跟台灣的那種什麼旺差的那種 仙輩吃起來很不一樣 就是日本的仙輩吃起來更硬 更硬吃起來那個 更香不知道怎麼講 但就是日本的仙輩跟台灣的仙輩吃起來很不一樣 我覺得日本的仙輩超好吃的 只有你喜歡旺差 我喜歡硬硬的仙輩 仙輩是美人穿在胸前的那個 哪是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是貝殼啦 他們胸前的是貝殼 日本的仙輩會黏黏的 會嗎 我覺得口感吧 口感比較硬一點 哈娜比無安 那還喊得動口嗎 米娜100歲的時候 生日會不用喊口了啦 生日會大家就吃蛋糕就好 欸不對 100歲的生日會應該不吃蛋糕了 因為要養生不能吃蛋糕 這個太高脂肪了 我們要吃仙輩 仙輩有比較養生嗎 應該有吧 生日會大家可以喝茶 喝茶配仙輩 我想像到一群老人家 就是米娜100歲的生日會 然後台下的人都130幾140歲 可能以後的科技比較好 大家都可以活到130歲 140歲這樣子 然後台下 台下的人 在那邊喝茶然後一直走 然後吃仙輩 可是我怎麼有這種畫面 我覺得好好笑喔 不然已經笑出來欸 你們100多了 不用打空了啦 我們就喝茶就好 根本只是老人會 對啊 對啊為什麼覺得 為什麼覺得是什麼老人居會 牙齒咬不了 所以要茶啊 就是泡在那個茶裡面 把它泡軟然後這樣 憨著 吃到睡著 然後再咬下一口 這樣子 可以喝米娜推薦的茶 我最近喜歡 我前一陣子在喝那個 欸我忘記我前陣子在喝的茶是什麼了 我還有兩包沒喝完 就是 它是有點紫紫的 欸我忘記了耶 算了下次想起來再跟你們講好了 反正我喜歡喝茶會變 反正我前陣子喜歡喝的是某種 忘記叫什麼茶的茶 我現在真的想不起來 然後最近的愛是 諾莉果 然後可能過一陣子又會換吧 可能到我100歲的時候又 又換什麼茶之類的 謝謝欣盈的小蛋糕 花茶嗎 對是花茶的一種 喝起來有一點酸酸的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茶了 是健康 健康的 想不起來叫什麼耶 哈囉爸爸 晚安 100歲生日後還要跳巫侯 巫侯好嗎 應該不行 我的拐杖都 我的拐杖都拿不穩了 爸爸下班了 辛苦你了 趕快吃飯 等到100才換就間隔得太好 不是我意思是說 我中間可能會換很多茶 然後到100歲的時候 不知道到時候推什麼茶 不是疊豆花 是另外一個叫 黑醋粒 好像是黑醋粒的果茶 那個很好喝 有一點酸酸的 其實加蜂蜜喝的話 超好喝的 只是 我有時候會加 有時候不會加 蜂蜜的話 我覺得超好喝 但是又怕蜂蜜加太多 就是對身體 就是甜的吃太多不好 所以有時候會直接 就是 單單這樣喝 黑醋粒 黑醋粒很讚 我前陣子很愛 他的兩包沒喝完 黑醋粒 這個很好喝 也是 就是喝 這個我不太知道功效什麼 那時候只是覺得 好像 很 喝起來很香 所以就買了 黑醋粒算是果茶 對 我喜歡喝果茶 因為我不太能碰咖啡因的東西 偶爾喝可以 但是不能太常喝 黑醋粒的酒 黑醋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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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滷蛋五安 等火鍋你才要回家 哎呀呀 黑醋粒 嘩嘩嘩嘩 一百次會變 因為腰很痛 欸這蠻好笑的 我怎麼唱 等一下我唱不下去好好笑 怎麼唱啊 睡著 老人家是不是很常會不小心 講話講一講就自己睡著 欸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我的怪人在那邊 好像還不錯欸 一百歲骷髏起都不會不得起來啊 根本沒有愛的抱抱 欸對欸怎麼沒有愛的抱抱了 我愛的抱抱 老了一百歲我在那邊 啊哈啊哈人家理我嗎 然後底下的 底下的爺爺們 底下的爺爺們 啊哈 啊哈你們的啊哈在打哈線嘛 啊哈然後底下野人 睡著 啊哈腳也要噴出來 好可怕 老人會耶 哈哈哈哈 一百歲都在台下渡谷 應該是活不到一百歲的時候了 為什麼 大家我們也要努力活到一百歲好嗎 當天救護車不夠用 年老年打call都打不起來 沒有要你們打call的意思啊 我們都只要一百歲我的生日會 你們只要來喝茶吃鮮杯就好了 謝謝欣盈的愛的小熊 年紀有差距 不是搞不好以後科技就很發達了 以後人類可以活很長很長久啊 怎麼辦 實在過幾年人的那個平均壽命 就變一百二十歲了 讓孫子拿照片呢 欸我一百歲的時候我應該有孫子了 叫我的孫子來參加我的活動 摩漢午安 可以咬米餅嗎 準備米餅跟鮮杯好不好 哈囉賈魯特午安 很多人看到一百歲的人參加生日會 以為是在聽直銷 直銷的那個年齡範圍有那麼廣嗎 到一百歲了嗎 請你子女抱著你的照片 有三十年不會結婚 真的嗎這很難說喔 以前奶奶也說她 也說她以後不要 不要結婚什麼的啊 然後結果還不是交男朋友 還有葵瓜子號 一群人在舞台下捧著照片 等一下這個畫面不太對吧 沒有對象可能是現在啊 搞不好之後就有啦 奶奶沒對象之後也說 沒有我以後都沒有要結婚 沒有要生小孩啊 然後交了男朋友之後 喔我已經想好 我以後小朋友的名字要叫什麼人 不是沒有要結婚 都是會變的好不好 人都是會變的 公演就有捧照片了 現在就有人公演捧照片來了 看TTP所以沒有時間交女朋友 TTP有這麼多活動嗎 我們公演一個月才一次而已耶 其實還是有很多時間交女朋友的 社交障礙很嚴重 不會有對象 怎麼說 你要說社交障礙的話 我覺得我 我其實才有吧 真的是 不是很會交朋友的一個人 跟Mina孫子說 我推你阿嬤七十幾年 怎麼 聽起來很奇怪 孔女症 你們有嗎 你們會有孔女症嗎 一般都聽到孔男症比較多 孔女症好像很少聽到的 一般看到 男生看到女生都是 喔喔喔喔喔 比較多吧 很少會有聽到孔女的 男生比較可怕 有心被TTP佔據了 希望我們很快有新的作品 繼續佔據你們的心 謝謝心盈的愛的小熊 孔咪 什麼東西 我沒Gate到什麼 到了某個年紀覺得社交很麻煩 好像每個人都是這樣子吧 不是都會到了一把年紀 就會說什麼 朋友 種植不種量嘛 就是能夠有幾個交心的就很好了 謝謝文宇的小雞蹦蹦 謝謝文宇的小雞蹦蹦 還有現在終於的熱氣球 你現實唯一愛過的對象 已經死會了 嚇死我了 那個 那個斷句 我剛剛以為是什麼悲傷的故事 已經死會了 死會還 還 也許還有機會啦 或者是 也許有機會遇到更好的嘛 我剛剛真的嚇死了 我在想說怎麼突然 話風一轉 突然 突然 九蛋講那麼悲傷的事情 死會了 有機會遇到更好的啦 死會可以活標 什麼叫做死會活標啊 是什麼意思 等一下 嚇到了 我差點就 我差點就 就 就去了 沒事 一邊 一邊喝一邊看留言 對方都生孩子了 真的喔 好難過喔 然後 如果以前的對象邀請你去參加她的婚禮 不是很 很難過 喝茶小心動一把年紀了 這是豆漿奶 不是 不是茶 去哪裡 但是真的到這把年紀了就覺得 就會覺得 看到身邊的朋友 你看 有個結婚的結婚啊 生 baby的生 baby的 就覺得 哇 就是大家的人生進度條 會從 原本大家是同班同學的 然後就突然有種 就是 人家身格為人夫 或身格為人妻之後 你就會覺得 哇 你們是兩個世界的人類 已經是在不同的人生階段 然後規劃的東西也會有所不同 然後我的話 我還在追求夢想 好像會覺得有一點點的不切實際 但是 每個人是選擇不同的 我一喝醉就在那天 怎麼覺得很難過 這是偶像劇友的劇情啊 就是 就是那個女主角邀請 邀請男二去參加她的婚禮 然後男二就超悲情的 這是偶像劇會演的 所以你最後還是有去參加她的婚禮嗎 謝謝熊熊的樂氣球 你們的斑花都已經當媽了 欸我們 我們以前的斑花也當媽媽了耶 通常 不知道欸好像斑花都會很早就 因為斑花就是不乏身邊就是很多追求者 所以都會很早就結婚 就是 會有兩個狀況 一個就是 班上超漂亮的那個 就會很早就結婚 然後當媽媽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班上 原本你會覺得她不怎麼起眼 那時候你都沒想過她會交錯男朋友的那種 看起來甚至有點 就是你不會覺得她會那麼早結婚 然後結果也結婚 就是班上會 然後反而中間派 我們這種中間的人就是到現在還在這邊 在這邊打哈哈 就是 就是很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紅包一死到場 也是喔 不然有點太心痛了 偶像劇的劇情是參加前女友婚禮 結果最後又跟前女友再見 喔對 偶像劇就很常有這種 參加前女友婚禮 然後 婚禮現場兩個人 決定要去死本 然後就逃婚了 偶像劇就是這樣子 但現實生活中很少 看到這種 不是很少 基本沒有吧 羨慕被 哈哈被米娜打 什麼啦 如果米娜結婚一定要邀請你們 我邀請你們幹嘛 邀請你們幹嘛 如果要去參加前任婚禮 建議演鄉土劇 鄉土劇 劇情會再跟傻狗血一點 是不是 你的前女友在情人節 寄簡訊給你說她喜歡你 什麼意思 不是前女友了嗎 為什麼她在情人節的時候 還要 還要 亂告白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想要複合嗎 鄉土劇婚禮 會有格格跑出來當主持人 什麼 什麼時空有一點錯亂 等等你們不能結婚 這真的是鄉土劇會有的劇情 情人節那天告白了 才變成是女友的 喔 那就不是前女友啊 好混亂的關係 有點 有點看不懂 你有一個同學都說他絕對不會結婚 結果是第一個結婚了 對啊 你看就是往往都是這樣子啊 跟奶奶一樣 自打臉 像我的話我就不會隨便亂說這種話 因為我 我很喜歡小朋友的 我一定要結婚 然後一定要生 我想要生兩個baby 可愛的baby 然後給他們 就是好好的穿衣服 好好打扮 然後跟他們一起玩玩具 現在小朋友的玩具都好好玩 好想跟他們一起玩 噴燈 噴燈是什麼啊 婚禮跟前女友的前男友同族過 這世界真小啊 為什麼都一堆認識的 原來是我想玩 我小時候都沒有那麼多好玩的玩具 小時候都玩 都玩靈芝不要玩的給我啊 媽媽比小孩玩的還好小 不會啦 我會陪小朋友一起玩的 現在也可以去玩 欸玩具很貴耶 玩具很貴 而且我 我現在這樣子去玩具店 我都不好意思買玩具 而且也很浪費錢 自己都養不活還買玩具 等結婚之後 假借就是給小朋友玩的名義 然後自己玩 噴燈是點火鍋用的 噴燈是點火鍋用的 噴燈那個不是叫噴槍喔 買了一堆小車車回家玩 因為你們是小男生 男生不是都有那個 赤子之心嗎 就很喜歡收集小模型 小車車什麼的 我現在買玩具不會有人覺得 是我自己要玩的 可是實際上是我自己要玩的 我還是好好去練琴好了 所以女生就培養成偶像 哎呀但偶像太難過 太難混混口飯了 我完全理解為什麼很多演藝圈的 我完全理解為什麼很多演藝圈的 前輩都會不希望自己的小孩也 踏入演藝圈 因為他們都會說 你看演藝圈是個大欄杠 就是 都希望自己的小孩不要走演藝圈 因為真的不好走 然後而且也很看一個機緣吧 所以 如果是我我也不會希望自己的小孩走演藝圈 就不好走啊 嗯 我們現在也是走得很 很辛苦這樣子 但是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限制 就是 小孩要做什麼 因為 不是會有些什麼 所謂的恐龍 恐龍家長 恐龍父母 是這樣講嗎 就是會 是會幫小孩安排一堆才藝課 然後 然後就是 叫小孩讀什麼讀什麼 然後 以後考什麼 考律師啊 考醫生啊 我就是 我要我的小孩照著我的規劃走 我就覺得這樣子 又太 就是很 很 很 很限制小朋友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就是 還是希望小朋友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規劃 我今天的智也太明顯 你說鼻子的智還是嘴巴的智 我覺得我的智慾太明顯怎麼辦 太好煩了 你要不要栽培你的侄女 怎麼栽培 手機小車車是因為大車車買不起 大車車車真的很貴耶 換尿布跟胃奶瓶 這都還好吧 我覺得小朋友比較麻煩的是 應該是 小朋友不聽話 或是半夜在 半夜在吵鬧的時候 這個位置是不是之前受過傷 欸 這麼一說好像有可能耶 好像 我回去找一下 因為我之前這邊有受過傷 我忘記是這邊還是這邊 那嘴巴確實有 那嘴巴確實有 有可能耶 被這麼一說 只是最近長出來 回去找一下照片 因為我有受傷的時候 有拍照 欸有可能耶 所以因為受傷 然後它就會 長出什麼東西嗎 好可怕喔 哈囉天使午安 塗黑口紅 是耶還好啦 可是那以後就變Mina的標配 有沒有 認明這個 嘴唇上 它不是在嘴角喔 它是 它在嘴唇上面喔 有一顆痣 其實是雞血不是痣 我不知道耶 把它揉一揉 它會不會掉 謝謝真一的熱氣球 在這個位置真的是 可是它已經蠻久了 感覺應該不會是 雞血什麼 啾啾夢有長大嗎 它從以前就很大 那些真人的 Kiss啾啾 不要跟斯亞搶人設 不是啊 這個字 它就自己長出來了嘛 那它又不是長在嘴角 它是長在嘴唇上 還沒有成員長在嘴唇上的吧 嘴唇嘴唇 受傷 可是我這個受傷很久了 大概是去年 然後今年長出質感 好像也是蠻合理的 回去翻一下照片 下次 下次是 就是明天 明天為大家解答 會不會就是因為去年那個傷口 越看越明顯喔 討厭喔 不喜歡 好啦今天也 今天本來想說播一個小時而已 可是 可是 不知道欸 就 喜歡跟大家聊天 就聊了一個半小時 大家應該也準備要去 準備要去休息了 我有一點想要睡五覺了 爸爸要回家的好喔 掰掰 不喜歡可以點掉 就看它之後會不會越來越明顯吧 如果真的越來越明顯 我可能會點掉 怎麼會突然就長出來啊 差不多可以去睡了 對 等我這個豆漿喝完 唇上的小赤狼 為什麼隨便幫我的自取名字 老人家最喜歡的就是睡五覺 沒辦法老人家 你只要就是 直播一個半小時之後 就會有一點困 我現在就有一點困 所以一下下 一下下 十分鐘 十五分鐘好了 十五分鐘 十分鐘太短了 十五分鐘 純次郎 誰說你們在幫我的自取名字啊 哎呀呀 奶奶現在有一點困 對 好幸福的一天 睡一下午覺 這樣子下午之後更有精神 謝謝米酒的熱氣球 謝謝米酒的熱氣球 十五分鐘太短了 我也只是說大概十五分鐘 但我午覺很常睡起來 就三個小時了這樣 聽說睡午覺都要睡三的倍數 這樣子會特別 就是睡醒來之後會特別有精神 謝謝楊哥的熱氣球 喔 一下下起來天都黑了 應該是不會啦 看看我今天會睡多久呢 那我先來念今天的排行榜吧 睡一下醒還是晚上十點 睡太多了吧 三個小時晚上等算 可以耶 我沒有失眠的困擾 好像有一陣子壓力比較大 有一點失眠 但是基本上沒有 我很少在失眠 就是我可以睡超多的 醒來剛好吃晚餐 沒有啦 我今天要 今天天氣還不錯 我打算來大掃除一下 整理一下家裡 三棒午覺睡三小時會出事 肯定啊 睡飽很幸福 我今天其實睡滿飽的 可是我現在有一點困 小孩子沒有在失眠 小孩子需要充足的睡眠 這樣子才會長身體 知道嗎 那我來念今天的排行榜 今天的第13名是 瑞龍 謝謝瑞龍 12名是 太空 謝謝太空 11名是 小白兔 謝謝小白兔 第10名是 中影 謝謝中影 第9名是 阿咪 謝謝阿咪 第8名是 Aquila 謝謝Aquila 第7名是 雨農 謝謝雨農 第6名是 熊熊 謝謝熊熊 第5名是 Maphew 謝謝Maphew 第4名是 短暫停留 謝謝短暫停留 第3名是 星星 第2名是 正人 謝謝正人 第1名是 羅莉郎 謝謝羅莉郎 謝謝大家 我手機好燙喔 我手機好燙喔 我要讓他休息一下了 謝謝大家 我們明天 下次直播是明天的下午 5點 跟大家一起吃晚餐 大家明天5點見囉 大家去上班吧 掰掰 明明說不過一個小時 不小心又變一個半小時了 好啦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手機現在很燙 大家晚安 不是晚安 是我晚安 我要睡覺 你們 大家午安 拜拜 我要睡覺了 你們 你們上班 不能睡 不能睡 大家拜拜 我要睡覺了 晚安 嘿嘿嘿嘿嘿 晚安 大家拜拜 沒打算起來 有浪睡10分鐘而已啦 15分鐘 大家晚安 拜拜 晚安 嘿嘿嘿 真人晚安 中影晚安 雲露晚安 季風亮晚安 哈哈晚安 小葉晚安 中影晚安 思緣晚 露克晚安 志宏永泉晚安 壓壓晚安 新鮮靈魔晚安 阿明晚安 大家晚安 拜拜